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信很多喜欢内在探索和研究亲密关系的朋友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了解了 之所以想带领大家解读这本书或者领读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取决于我们自己是否快乐 活的是否真实 很大很大的一个原因点吧 就是关系 我们跟自己的关系 我们跟他人的关系 而亲密关系其实更多的讲的是我们自己对别人的一个投射跟影射 就像书中说的 其实亲密关系就像一面镜子 好像呼在我们脸上一样 让我们不得不看到很多我们的优点跟缺点的一些特质 那么我相信很多人对这本书有一些期待 那希望的接下来的四个星期当中呢 我可以带领大家去探索我们在生活中的亲密关系 我个人能踏上这个灵性自我探索的旅程的一个起点就是亲密关系 所以我也非常想把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呢 在这个每周一的领读的过程中呢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大家也可以共同的探讨一下 自己在这个生活中对亲密关系的理解 或者是一些困惑 或者是一些很想了解的一些信息 我看了一下这本书呢 其实一共是有六个章节 那会在接下来的四次的领读当中呢 我会把第一章跟大家分享一下 什么是亲密关系 也会按照书中的这个框架来给大家做一个解析 那么第二次的阶段呢 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月晕现象和幻灭 第三个阶段我个人觉得是最最重要的 因为他会讲的自省 内省跟启示 内省其实相当于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 自我的一个反省和认知 这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灵性的我们自我探索的一个信念 就是我自己改变了 其实我会影响到身边所有的人事物 尤其是亲密关系 因为亲密关系是在各种关系中的绑定 链接是最深的 所以它的显化速度是最快的 也是最佳的可以让我们了解自己真实的一种关系 那么最后一个周会跟大家分享 它的一个结语 叫做新的起点 我希望在接下来的二月份 可以跟大家共同的畅读 亲密关系这本书 也非常感谢女世界读书客 给我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 然后请大家一起期待吧